欢迎收听财宝狗Podcast 我是主持人薇宇 在我旁边的是财宝狗投资 中间的Sky 哈喽 大家好 你知道最近我 一回台湾我就买了一些东西 买了一大堆的延长线 因为你知道我们公司之前 都是用Unipapa以前的延长线 就是我觉得Unipapa的延长线 很厉害的事情是 它那个延长线那个座 跟那个线 它是可以去弯那个角度的 就转转转去 对 就那个有序延长线那个 它真的变得整齐很多 所以就我自己的房间 我也买了三条吧 然后我觉得公司那边 我也买了八条 大概有一个问题 第一代它只有插头跟插座 就它没有那种USB的那种插槽 哦 你说快充那个啊 对 应该说 你现在这样子你要插手机 你就除了线以外 你还要再插那个头 很麻烦嘛 不会啊 有头比较快 对 补免会比较快吧 有 真的吗 你用Gain的就会比较快啊 哦 那他们现在出了一个新的版本 就是第二代 就有Gain的那个啊 他们第二代就是那个 是65瓦 然后他们是快充 然后你又不用插那个头 你可以直接插USB 你只要超过某一定层数的瓦数 就一定要放淡化夹啊 对对对对 所以你如果用以前的话 就要用另外一个充电头 对 你知道现在有100瓦的吗 哦 有120瓦的 但台湾不好买 哦 而且 iPhone能不能够用到那么大 好像还不太是 可以用啦 它会把你自动降龟而已 对啊 对啊 你可以插很多个啊 哦 对 就是你那个100瓦的 可以插很多个 分掉以后 它还是快点这样子 像国外有些品牌 什么Anker啊 哦 那个很猛 哦 我有用Anker 对 那个有120瓦 我觉得很棒 100瓦 120瓦 忘记了 反正我觉得很棒 刷起来很爽 我这次出国 好像带的就是Anker 对 因为它台湾不好买 对对对 台湾是旧款的 对 美国是有新的 反正我这次就是 那边也有啦 换了全新的延长线 我非常的期待到货啦 我以为我换了全新的和牛 对 和牛我也有吃 最近的和牛 我这次去那个前草 吃那个金瓣别馆的 和牛售起烧 这是我这次 觉得最棒的一餐 超爽 看过人家介绍 不错哦 超爽 真的超爽 大力推荐 舒服哦 看起来是股票赚钱了 没有 没有 这个 咱们股票 我们就来聊一下 今天的主题吧 就上礼拜啊 有宣布这个 Apple Card要中止苹果 这之后就换成Apple Watch 中止开发 Apple 本来好像是先说 他们可能要中止开发 或者是说LG 那边可能会有些影响 LG Display 那现在看起来啊 就他们 MicroLED的这个 晶片的供应商 这个叫做Armos Osirum 这间公司啊 应该是目前啊 唯一在提供 MicroLED版本的 Apple Watch的晶片供应商 那他现在宣布说 我也很意外啊 这个资深公司 MicroLED策略的项目 要取消了 我们要重新来评估 我们的MicroLED政策 然后他们预计啊 要去出售 他们马来西亚的工厂 而且还会去提炼 6亿到9亿欧元 哇 这个是两三百亿台币哦 的资产减损 那这件事情其实 我觉得你看 两三百亿的资产减损 其实对于这个产业来说 应该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应该是一个冲击啦 对啊 但这个就大家意测啦 对啊 大家意测就是 对是宁国 对啊 因为很少人这么大啦 但他没有讲是谁嘛 对啊 所以简单的说 就大家对 MicroLED的采用 因为担心起来了啦 我这样说好了 对 其实很担心 因为应该说 我们过去啊 如果我们认为 面板它是一个 技术的眼镜好了 就你下一代 一定比上一代好 那过去可能觉得这样子嘛 就是OLED到 miniLED 再到MicroLED 但是 在miniLED出来之后 一阵子以后 大家都说 没有耶 其实升级版的OLED 好像也不差 其实相关的OLED的 这个渗透率 在提高了 对 因为技术又进步了 对没错 对 所以好像 miniLED后来 也没有是战略 大家想的 就是我全部取代OLED 还是有一部分 持续使用OLED 那大家都认为说 反正MicroLED 会是我们的 下一步 大家都会跳到过去 期待的终极的 这个目前啦 目前期待的终极面板 对 结果现在看起来 又往后推了 对不对 对 不过我觉得就是 成本上或技术上的眼镜 这就是很正常的啦 对啊 哪那么容易 对不对 那真的很难耶 你要想想看 一个小小的 里面放那么多颗LED RGB三个颜色都要放耶 对啊 你仔细想就觉得 嗯 连光放下去都很难 而且如果里面 一小颗LED出了问题 那个要单纯去改那个 也是非常困难的 对啊 你光要移那么多东西过去 对啊 这个就是那个什么 在做的 就是那个 创新版有一家公司 有在做 对啊 耐创啦 耐创 耐创在做 巨量移转嘛 对啊 那巨量移转 你觉得还可以帮它修复嘛 对 就是你锁定它的那颗 哪一颗坏掉啊 类似这种问题啦 但听起来就知道 就是这个成本就很高嘛 而且非常的惊喜 对这个困难啦 对啊 你等于是拿一个镊子 在那边夹啦 夹了老半天 现在跟你讲说 你一次要用个 就1000颗1万颗 移过去嘛 所以这个难度就很高啊 对啊 所以这个其实 我觉得只是 其中一个事件啊 如果麦克风有一滴 就是这种技术走向 本来就 永远都是这样子 就是蛮长不如预期的 对 可是像现在 因为你看哦 如果苹果 这个晶片啊 它只向这个 ArmorSource的人购买 代表可能 它们的技术 可能还不错嘛 那现在 它们要去出售 它们的工厂 这是不是代表说 它们可能 对这边的投入要减少 当然我不知道 它们看到什么东西啊 但简单的说 就是它本来有一个 量很大的东西 它就不会用了嘛 嗯 我自己是会觉得 如果只是手表 理论上应该不会这么大 我也觉得 因为手表的面积 这么小一个 哇对啊 而且Apple Watch 又不是到非常大的一个规模 对它说支撑的 说不定是 对 那个面积更大的东西啦 iPad这样 车子不是取消了吗 哦 车子以后想要导入 有啊 你车子用来 LED会比较好啊 因为那个 耐受这个气温啊 什么的 其实比较强大 LED 相比一般的那种 所谓的 比如说OLED啦 或是面板 面板其实OK啦 应该会比OLED好 对 目前啦 大家的看法是这样子 对啊 也有可能是车 因为车子面积真的比较大 大很多 对对对 对啊 所以这个 车子每个都 至少就是一个平板 至少 超过一个平板 对啊 就小的嘛 小的一个 而且是大平板 如果你又看Tesla的话 那如果你以后那个 Tesla超包大 看什么玩意 仪表版那些也都是啊 对对对 所以其实那个面积大很多啦 对对对 对啊 所以反正这个 这大家随便才猜啦 因为他们有讲细节嘛 就是大家 自己意测啦 我们有看到 其他的消息 可能在同样贯注 在MicroLED这边 然后又讲什么东西的嘛 目前看起来 比较少相关的在讲啦 但我觉得台湾人是 台厂是期待这个东西的啦 所以这个一定对他们的 这个 怎么讲 他们的预期啊 会影响不小 对啊 因为这个其实 因为OLED我们没有嘛 对 对我们就直接 打这个MicroLED 台湾的相关公司 在MicroLED这边 算是布局很久很久了 因为OLED我们一定 打不赢对岸啦 对啊 对啊中国这个 OLED厂其实已经开始 就他们的这个技术都已经很纯熟 现在更是要渗透到中阶市场 就中型的面板 中尺寸的 反正跳带就是这样子啦 你跳人家一个东西 然后没压重 也是常有的事喔 对对 对我们投资人唯一的好处就是 也可以不要投 对对对 我们可以看清楚一点的时候再看这样 对就是投资的好处 好 那MicroLED我们可能 之后再看看 有没有什么台湾相关的公司 他们如果有讲相关的东西的话 我们再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MicroLED的现状 大概是什么样子 因为目前 其实这件事情 我觉得也算是蛮突然的 对 对 然后就突然有这些消息出来 所以可能还是去看一下说 那台湾这边 他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消息的时候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因为说不定 他们就认为 就只是苹果先不倒入 可是整个技术的进程 还是在持续的 其实也都还是有持续的在良率的改善 或者是技术的优化 对 所以我觉得 以一个技术的角度来说 这个东西的发展 这只是一件事情就对了 本来就还没到成熟 对对对 你成熟还有一段时间 对 那可能会一两年后 大家就期待下一个 这个 就是采用的实际点 嗯 没错没错 当然就只是说 大家原先预期采用的 这个Apple Watch 看起来可能先延后了 对 下一个会是什么 不确定 对啊 不确定 本来是期待啦 所有的东西都会用 因为它可以做透明面板 尤其是车子 对对对对 因为大家如果有去Touch台湾 去年的 它就有展很多透明面板 对对对 直接做到仪表板 装什么HUD 直接就显示在你的挡风玻璃上 对 而且还有很多那种手机也是 会变得就是跟玻璃钻一样 它至少你那个正面是透明的啦 对 因为看起来就很fancy 所以我们还是期待 会出现这样的东西啦 嗯 我觉得会啦 会有一些特殊的应用 那只是说At what price 对 哇 应该说现在其实也是有 MicroLED产品啦 只是它不是一个 只是你不会买而已 对 有点贵而已 就是非常非常贵 Sony有弄一个电视 时间 五六十吋还 还一百多吋 那照价格是很狂的 对对 所以就只是一个 非量产的东西 不是你 暂时还不是啦 暂时还不是 对 好那另外一个啊 是上礼拜 Entropy又发布了 他们新的LLM模型 Cloud3 就是Cloud我们之前 已经聊过蛮多次了 那 他也消极了一阵子 没有 他只是没有出新的而已啊 因为 后来Google开始发表Jomini以后 全部都在讨论Jomini 就是Cloud的曾经啦 也是说 你不用OpenAI 你就去用Cloud 但是在Jomini出来以后 大家比较的都是Jomini 跟这个GBT 就Cloud的已经有点 没有人再理他了 他的上一次 出来的时候 就是Cloud2支援 100K token 那他们最近 除了这个Cloud3 哇 这个Cloud3 又比Cloud2 更强了 那最主要的啊 就是 他能够去做 那个影像的识别 多模态啦 然后他的 Token数又更多了 没错 对 这个就真的厉害了 我觉得 因为到大概20万字的话 真的蛮多的 因为其实已经可以写 小作文了 现在看起来 非常长 Token已经基本上 快要成为一个标配了 对啊 所以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在讲这个东西 一两千个 两三千个 三四千个 我们一开始在讲那个GPT 三个的时候 两千个Token 然后GPT是四千 我们说好棒 现在人家都是 十万二十万起跳的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 原本大家觉得不会取代 你只有两千个Token 所以有些事情做不到 比如说写作 比如说你写一篇 比较长的文章 两千个Token 因为你输入加输出 是加在一起的嘛 现在人家可以给你 十几二十万个 哇靠 糟糕啦 以后一百万个 两百万个都是有可能的 我直接讲一个 在这边 非常带来的直接的改善好了 因为大家知道以前啊 AI就是摘要怎么摘要的嘛 因为以前你一次能够丢的 那个字数很少嘛 所以一篇文章 他们其实是 一段一段丢 你看说你第一段拿去摘要 再把第二段摘要 再把第三段摘要 再把每一段的摘要 拿去摘要 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哦 因为每一段中间 其实它是有一个 上下文的关系的 当你把这些段落 拿去做第一次摘要以后 它的那个上下文的连结 就消失了 所以其实你AI 再拿摘要去做摘要的时候 就你的上下文的 那个逻辑脉络 它会有点遗失掉 所以它这样子的摘要 出来的东西 有可能啊 方向会不太对 但是现在如果 Token数变长了 你不用分段丢了 你可以一次 整篇文章丢进去 那光是这件事情 摘要的品质 就会大幅的上升 没错 那其实现在有很多 关于这个Cloud的迷因啊 这真的是迷因 因为大家会去测试它嘛 对 问它一些奇怪的问题啊 对啊 然后Cloud知道说 你是在测试我吗 你是在开玩笑吗 那在某一篇技术文件上 中间放了一个食谱 然后被它试破了 那这其实就蛮有趣啊 然后甚至也有一些人提到说 它这个翻译一些奇怪的语言 我们说奇怪就是它非主流 然后你可能没有听过 就是我看到那个是一个少数语言嘛 对少数语言 对对对它说它翻少数语言 非常的强 对对那 这个就真的蛮出乎意料的 它其实应该是说 它放了少样本的这个翻译对照文字 然后就finetune以后 再请它去翻译 就是不在它这个 少量文字样本里的东西 就有点像是它推那个东西 对对对对 就比如说我让你看了 这十万句的翻译 那你告诉我这个它的语态啊 它是怎么讲话的 然后我再问一个 不正当十万字里面的句子 叫你翻译 就把它翻出来的非常正确 对所以这就表示它学习能力很强 哦这个推理能力应该非常 对啊就是推理能力很强啦 那这个就可怕了 还有另外一个也很强 就是它中文的文字识别能力很强 因为我们会讨论这个 是因为大家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就是说 这些语言模型 拿翻中文的其实很少啊 用中文去吹的资料 一定比较少 对啊 所以他们就其实比较笨 在中文啊 像我朋友他是去比较说 因为GPT4有一个Vision的API 就是你GPT4它也是多么泰 你也可以去给它一个照片 问它上面的字是什么 如果你用中文 那个正确率超低 可是Cloud 3很高 所以这些很好玩啦 这个其实 哦会不会分成 每个语系 有不一样的模型 或者是说 大家两个都要弄 对不对 对啊我就类似这样的概念啦 对那当然 它有个技术文件 它宣称它的所有的这个指标 都是屌打GPT 这个其实有点tricky 你知道为什么吗 它出来的这个报告里面 它说我各种指标 我赢GPT4对不对 可是它的GPT4 是初代的GPT4 那没关系啊 我们有赢就好了 这件事情也让我觉得 很震惊 想一想GPT4是什么时候出来 应该出来 有半年了吗 嗯 我不太确定有没有半年 可是你就想哦 就大家都说 哎你等一下 那你不拿最新版的GPT4 比你去比初代的GPT4 什么意思 但是GPT4出来 绝对不超过一年嘛 对 是 代表说 现在这个语言模型 它的最强最强 就是OpenAI 他们领先 其实也领先别人 就是不到一年的程度 就是刚好 他们也是OpenAI出来 他们已经分家 有一点点久了嘛 对不对 至少那个东西都差不多 也不会说差不多 就有些know how在啦 那我觉得 如果OpenAI 你收得出来 大家会觉得说 我们好像被他屌打 不知道几条线 对啊 但LLM看起来还好 对 这件事情我觉得 还不错的点 应该说对于消费者来说 还不错的点就是 他很难很难变成一个独占技术 没有 我觉得短期还是啦 真的吗 三五年后可能就不会是了 因为极短期来说 大家还是要花钱嘛 对 对啊 就看大家投多少钱 看他半导体会讲到什么 不是 但我说实在 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子 你这些东西 你们要training 甚至那个什么 OpenAI下一个模型 不是有什么Q吗 下一个模型啊 OpenAI的吗 对啊 它的training的这个parameter 哇超多的 多到一个炸裂 这个是Q star 我不是不知道念Q星 还是念Q star Q star 对啊 反正就是说目前看起来啦 这个暴力美学持续的存在 对 数大便自美 管它全部灌进去 就是看起来会比较 make sense啊 做出来的那个模型 会比较强大 我自己觉得啊 这也是市场为什么很 专注在半导体算力的这个东西啊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 其实Google的一个 就技术大大drifting 对他其实有提过一个说 算力就是AI的这个成长的关键 没有他有提过一个 他说其实现在大家都在去堆硬体 可是最后一定会有更聪明的软体上的解法 来让我们对硬体的需求 不会到这么的庞大 对或者是我们之前 我们在访谈那个李鸿玉教授的时候 是 对教授有提到嘛 他说其实现在AI阅读的东西 已经比我们人类多非常非常多了 可是他要读我们人类就是可能好几十辈子都读不完的资讯 他才能够变得跟我们能力差不多 显然代表他在训练学习的这个效率并不是很好 对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这也是那个啊 那个什么Meta那个人在讲那个东西嘛 对他就说我们一定有办法 就是不需要用到这么多算力 或者不需要用到这么多的资料 就能够寸到很不错程度 人家说局域反三的能力太差了 太差了 他现在局域可能反0.5 对 但是Sam Luterman就说 我也了解你们说这些 不过短期内还杂算力就对了 对啊 我觉得杂算力就对了啦 短期内我们还是杂算力 不过说实在这个全部的讨论就是 杂算力就对了这件事情 就是现在 市场为什么会一直关注这些公司的原因 没错 对啊 所以 因为其实大家很正确的认识 正确啊 正确吧 正确啊 你的show round你有种不要买啊 正确啊 现在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听说你不买啊 好啊 有啊 有啊 现在不是很多人在收购H100吗 对啊 最近突然有了 对 那是因为有新架构 这个我可以聊一下 队友不是上礼拜开发说吗 他就有说 他说去年啊 基本上就是H100的Burnian Show 我家讲得很诚实啊 我说去年基本上就是H100展 那他们就要提供各种不同 就是H100的 这个server这样子 各种新奇的H100的装饰 对 他们就有做出各种不同的变体啊 对 然后他有提到说 他们对于下一代NVIDIA的这个GPU也很兴奋 因为现在在讲说这个B200啊 他好像每一个GPU要使用1000瓦 然后这比H100的700瓦还要来的高 那这个是设计新的设计啦 反正就anyway 它是一个CPU配两个GPU嘛 就是他一个设计看 一整个机柜里面可能有36个或72个 这样的组合 那所以就很热 那很热的话呢 你就需要更多的这个散热 所以大家就在提这个水冷嘛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一冷是近代特殊议题的 水冷就是里面透过水的一些交换 去把这个热散掉 那这样的价格其实会变多啦 那这个GAR CONTENT变多 所以大家就非常的兴奋 就是说哇好棒啊 那只是说这个东西啦 就是新架构 那每次新架构就会有新的Player嘛 那旧的Player如果知道这块 它的价格Content就会大幅提高嘛 我想大家这个看股价就知道了 对啊 就是这些公司是因为受到这个 这个GAR CONTENT的提升 所以他们这个股价当然 大家就预期他很好嘛 对啊 但只是说这个 目前大家就是在应景期盼 我们这个世界股票的希望 Vidia到底什么时候出 不是他们刚刚讲的法说啊 宇宙的希望 他们还要再来吗 等下什么都出啊 他出GTC啊 GTC大会啊 他们要不要就是以后 就每个月办一个活动 每个月都有一个机会 不用了 就告诉我们买什么就好 对啊 对啊 大家其实还是应景期盼这个东西啦 但其实这个推论是说 大家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 就是你有AI要有更多的需求嘛 对啊 那我们以前是提到说 我们的需求到底是看谁 对不对 有一个是看终端的 终端的有没有人用嘛 这是Inference 这个价格其实是低的 对啊 那如果是Training 那大家在Training这个竞赛要不要玩 现在看起来大家还在玩 所以 就那个Google讲 对 算力很棒 算力我们最需要 对 那这是因为大家还要继续玩这个 那如果大家不玩这个了 那这个算力的游戏就结束了 就这一波的这个 这算是什么 你要说半导体 这个大家很兴奋啊 什么的 这些这些厂商可能就 就不行了 那可能就会往后延伸到 嗯 我真的用AI卖给你 然后赚了很多钱 那CSP一定是赚得到啦 那你也说 在终端的这些软体服务商 或者说帮你打造一个 你的AI模型的这些人 那他们可能会是 下一段赚到钱的人 对啊 所以我觉得实在是很有趣啊 赶快啦 我们要约的那个 赶快来一下 对 瞧时间啊 赶快来一下 我们有约两个啦 看那个希望的人 有没有 希望撑的人要来 这好不能讲 他们公关好像有什么 不可以讲的 没有 谁知道谁 哪里是希望撑 好险 哎怎么样 那你做希望不是有一个吗 那你讲的 我是希望只有照顾 里面有钱而已 好啦 那我最后可以提一下 这个上礼拜 其实有蛮多公司 法术会都有提到 目前这个AI在 这个生产力上面的导入 不管像C3AI C3AI其实就有讲 它有说 DLA Piper 就是这个欧华律师事务所 他们其实现在 就大量的使用 C3AI 他们提供的AI服务 来去做 并购相关的滴滴 哇这个其实 我觉得这很棒 听起来难度就很高 其实不会很高 滴滴很容易吗 没有 他的意思是说 他可能是法律 因为滴滴有很多种 有法律滴滴 财务滴滴 然后业务滴滴 他整个就是法律滴滴 因为他是律师事务所 那就是阅读法律文件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 也是律师事务所 他就说他们可能是 帮很多承销IPO的东西 他们现在也是使用AI 来去做IPO文件的出稿 我相信这个 就又让人蛮多 这个 这应该不是律师写 我说实在 这应该是实习生之类的 或是这个 就是他们的助手 又减少了一些工作 但这个你看 这个domainal how很重要 对 你如果没有domainal how 你没有办法弄这个东西 而且法规会一直变 这是最有趣的 所以你这个东西 也是要一直不断的调就对了 对 那我的调不是Findtune 我们先讲 不一定是Findtune 对 那他只是其中一个方法 Promp的调研也是一种 最基础的Promp 那可能他基础的 那个里面的一些 咨询的资料 那些也要调整 对 对啊 我自己是觉得很有趣是说 蛮多人已经提到 就是有一些这个数据啦 就是告诉人家说 其实AI真的减少 蛮多人的工作 像Klana嘛 对啊 Klana就讲了 其实就提到 诶全职客服 已经被他搞掉三分之二了 对啊 他说现在就AI的客服 占全部客服的三分之二 就是那个聊天的讯息 占三分之二 对啊 我其实不会很惊讶 但我惊讶的是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 叫巴巴这东西 之前一堆人在做 对 诶 没有人做起来啊 我讲直白一点 就没有人做起来 对对 终于有人做起来 可是是AI做的 对 但这些人不代表他失败了 因为他有前辈的这些东西 他去串后面的 对 他整个好害 这次就复活了 对 对啊 所以这其实很有趣 在这种科技的创业 你真的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成功 这个我真的蛮好奇 因为其实在这次的GEI起来以后 第一个或者是我觉得最大最大 大家想要做的产品 其实就是Tribot 然后我用了几个 就觉得怪怪的啦 可是像Kalana他说 他们已经是占他们客户服务 聊天的三分之二 我会真的很好奇说 那品质怎么样 我可能找一个网站去玩玩看 对啊 那或是一些就是 我听过的啦 有蛮多是那种 比如说诈骗的啦 对 对真的在台湾也有 我说诈骗是说 他那个AI就可以看 你这个诈骗到底是不是 是真是假嘛 对对 那这个 我说当然未来也有AI去骗他啦 但不管怎么样 就是有很多过去 觉得不会产生的一些需求 没错 跑出来 然后或者说过去是一个人 真的在那边接你打电话 然后各种盲线中 现在没有 他现在就直接 有AI跟你讲 好像是真的跟你讲一样的 那种感觉啦 那过去大家可能会对这个什么 譬如说 你在对话里面骗一些标签嘛 对 把你分类为哪一种东西嘛 那未来AI可能 大概看一下你的东西 就知道 你大概是什么样的人了啦 然后就推荐给你商品嘛 对 类似这样的概念啦 但不管怎么样啦 现在看起来这个取代 已经开始出现了 对 所以这个domain know how 不够强的 就真的是有危机啦 我们先这样说啦 对啊 因为还是有蛮多 这种分享的是说 下降最多的这个 三个类别 一个是写作翻译跟客户服务嘛 你看刚刚前面就有客户服务 对对 那写作 翻译我觉得就不用讲了 翻译不用说 翻译这些一定很惨 写作这个刚才有20万字的这个 对 对你会更惨 然后对 只是说这个惨的程度就是说 他一定没有办法弄一个 很unique的东西 对 对啊 但你只要unique的想法 他绝对是帮你减少很多的loading 对啊 但如果你没有那你就会 对你不会有loading 你会没事做 大家戒胜恐惧 像我现在就要戒胜恐惧的 赶快去跑下一个行程 我们直接就先到这边啦 喜欢听众记得 按下订阅分享和亲朋好友 跟我们五星的好评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